嗨大家好 今天我会分享三样东西 第1个就是专业的Vlookup 这里是讲着在Excel里面的一个蛮好用的它的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你知道了之后你会很方便 在于你的工作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当然这个也是主要有用来做那个工具的其中一个 它的方程式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ChartNexus的东西 这里我只跟你讲它的Subscription 这里是给你检查它的几时过期你的那个来生机需要更更行 更行当然是就需要给钱了 之前去年的时候就是2014 2015年的时候还是120加买GST17块现在是199 199还没有加GST的话如果加GST的话就199乘 1.06 那么就是210.994 这个如果你是 论本者的话你就不用不用这样麻烦 你用3年的就好了 因为这个论到 15年以上的数据的话是给那些 要看长远的它的走势是怎样的个股的时候 然后给你看下的这里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拉出 拉出图的基本这个 他的所谓的基本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 他们不会看图 当你明白他基本的时候你再重复的一直看一直看 过不久你就会做到他的那个阿密质 去解读那个他的图形 不会很难很简单 他的那个 这个 拉出图的基本 很多人都 不知道 但是这个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youtube 那时也是可以检查的 没有办法 我会跟你讲是非常简单 只是4个成分罢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几点 当然要看这个的时候 你一定要login你的account 在那个chrome 或者是什么 最好是chrome 然后你看type的时候 他跟这个时间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的是5.31下午 然后 星期六 4月 9号 2016年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大概我是在 小狼儿州那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先开始看的是 所谓的专业的 Vlookup 那么我就 有了以前的工具来讲 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还是Vlookup来的 因为我已经 隐瞒 隐瞒 隐藏他的那个 方程式所以是看不到他的方程式的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的时候这里他我看一下看出我讲过在这一个B1这边 只要他是在于这里12个里面是有的有那个名字A的是这T是按的在这个T恤 那么他这里就会有显示 当然没有的话就你看一下是B 没有了吗为了最快检查 B哪个是没有的话是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 这里 这里stop OK在这里我只要去 stop listing charting那边 按stop listing那边 来出这个显示那边listing那边然后我只看这个是KLSE 然后stop然后我这里选是选B 然后B那边你看到蛮多一些啊最简单的是BAT啦 BAT就是 那个英美烟草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然后当然也蛮多一些Petan Bernalette之类的 然后BIMB那些 蛮多的菩萨也是这里面 为了方便然后我们就回去这边 所以在这边我需要改一三个东西最简单的就是 热粉烟草你看到这边 他是 有五个东西出现的就是 有五个东西出现的就是 reference 你看到这个reference 的时候 这个就是不是专业的这个就是专业 好然后为了 更简单的显示 然后我就放回去 这里 在这边 我只要做的东西 我跟你讲 在relookup那边他有四个成分 四个成分那边是 不会很难的很容易的意义 你先知道他的 他的那个东西 第一个你看他叫做lookup value lookup value就是你要 检查的他的那个 那第一个成分就是 就是检查他的那个你要 拿到这个如果他找到这个的话你要回 Return什么东西 好 然后我当然在这里我就是按 是不是 B1的就是 接下来第2个东西就是 Table Array Table Array就是你要所找出的 从 这个lookup value里面 所 显示的那个数据 在这里因为是 T字号吗 所以是 T字号 T字号就按T 你注意看我按的时候 他会出现 T 感单号 T感单号的时候 你一看在这边是OK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是 A那边 然后我A落按去 F那边 所以你一看下他是A Column F 这个就是 从A Column A Select到完 F那边 当然我们 不必写了 为了他的那个方程式会比较 快一点的话 就是不要你的Excel有点慢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他的那个 是他的线 他的那个 顶线在哪里 我通常是放500 500 你这个为什么会放500呢 很简单而已 所以为什么放500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第1个就是 我们大马的宗旨股里面最多是2000而已 2000但是你别忘记我们是有A 到Z 然后还有那个0 9 所以在那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一个 Alphabet那边是超过500 有一种可能性会超过500 就是他的那个 Core warren 或者Strucure warren 有put and core 是一支issue很多 很强手 这里也是有一些会发生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放500是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然后500的话 这里你要注意的是 他第1个column的时候是 第1个column这个第1个column一定是在 第1个成分里面的 比如说在 那个toggrove一定要在里面 如果没有在里面的话是 我们就显示不到 然后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换去TA 因为第1个这里比较简单讲解吗 第3个就是column index number column index number是这样算的 只要你的这个table是 从A1开始算到 F啊这里是 A这个 这个也就是第1个 这里是说1不是0 12 3 456 这里不要按下去 你这里是type他的 你要return的value 为了这个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会return他的company 不是那个stop name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stop name 这里是company 这里是open 这里是last 这里是change 这里是volume 总共有6个 所以是12 我这里就打2下去 打2下去 然后就common 最后一个 就是range lookup 这里还是会 accept match 或者是 Approximal match 为了 更简单的 通常是放0 0 就是 accept match 就是一定要 100%符合我们 B1里面的那个value 在这个table里面 这个这个table 就整个a1到f OK 他再会显示出来 然后为了 显示然后我就关掉它 这个是最基本的 Vlookup的他的 他的方程式 那么我在按enter的时候 content error 这个这个 没有可能 不好意思 为什么content error 是因为有两个 他的那个 T的位置 刚才我再按下去 所以还显示出一个问题了 所以再按下去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一看在这边 这里是 然后我这里 换掉它 是换TA的话 T enterprise 然后这边我同样的我也是可以换去 3 3 就是他的 open price OK 你可以看一下 0.565 跟这里的 440.565 一样对吗 那么这里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这边这个是 第1个这里啊 它是 这个是 refer different shape 就是 在同一个worksheet里面 不同的 他的shape 在accel里面我再开着这个叫做myg 那么它里面有很多shape 那些这些 字幕的 OK 如果是 其他的accel的话 我要同时开这两个accel 我可以refer去另外一个accel 然后他那边找给你 然后他也会显示他的那个东西当你更新的时候你也要两个一起开不然的话会走掉的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叫做static formula 所以static formula我们只是放一个money side在前面 我可以给你看下我没有放跟有放的分别 在这边 这个先我是今天跟你讲是最普通的还没跟你讲最专业的 这里是static formula跟另外边不是static formula 这里我还要换回去b1因为 b1才有c1是没有的好然后这里我remove掉他的static formula 为什么要放static formula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一移动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565的时候一移动下去的时候是 虽然他是同样是因为在refer这边是没有value的对吗 在b2跟b3都没有value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static formula这里还是refer去a1 f500 在这里如果没有放static formula的话还会变成a2 f501在接下来了之后他一直increment 百万因为我们是next去另外一个roll 所以他的那个table array也是 跟着转换 在刚才的情形下 我们table array是没有转换的 是static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需要 这个static formula的帮助 好这里就讲完了这个东西 然后所谓的 专业的 专业的那个 他的那个 方程式是 他只是多了一样东西 那个叫做if error 所谓的if error是 这个if error只有在20 Excel version 2007 或者是以上才有 他的方程式 如果是2034没有的 有了正常方程式 我们简单的很多 当我们遇到有问题的时候 第1个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 当他显示这个test了这个 这测试这个方程式的时候有 那个aerror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return empty 或者是 whatever也是可以 先看empty是怎样的 empty就是 这个就是看起来比较 专业一点 当我拿下去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里就是空的 如果我不要empty的话 我不是空字的话 是我在里面这个 这个开关银号里面 我只要打 一些字 notavailable也是可以 然后我再拿同样的拿下去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I found that na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所谓的专业跟 不专业的那个 方程式的分别 这个就是有测试了 那个 有 那种 啊 error的时候的情形 我们要怎样 控制他 当然这些不是每个 人都会的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专业的 Viloquip 只加了一个 if error 这样就 看起来很专业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就是 chadnesses的东西 chadnesses 我就回去这边 在这边 chadnesses我开的时候 然后我去开 start start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一个叫subscription这里 你按下去 你可以看一下我从 2012年3月 的时候 3月21号 已经是他的会员 在至于这边我那时我也发现到 我没有必要用到这样这么多他的数据 因为 单单是 大马中止 已经是够我赚了 我的资金还没有大到要去 啊 diversify我的那个投资 也没有那必要你看一下我自己剩下12天 但他expire的时候再按renew 他就会automatic renew给啊 啊就是会带我去一个page那边 那个他的chadnesses那边然后我就select他的那个我们也是可以看下的 那你等下先 在这里那会拿一些时间 这个也是可以关了当我那按了就是我给了钱我按update他就自然update给我了 这个我关掉哈 那么回去这边你可以看一下chadnesses co.com software subscriptionlisting.php 这是直接是跟着你的id的所以这里会给点时间 最后他是起家了是变成199 网络有一点慢 不好意思 所以 给点耐心 在 此同时我们也是可以去 这个因为这个只是给你看 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是蜡烛图的基本 蜡烛图的基本我们会回去 这里 好 在这边蜡烛图那边基本上他是有分 两个 一个就是 羊蜡烛跟鹰蜡烛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很多颜色的对吗 有红色跟蓝色 在这种情形下因为这个是我个人喜好所以我已经把它改换了颜色 在 通常的情形下是 羊蜡烛还是白白色的 硬蜡烛还是黑色的 因为这里我在这边我已经改掉哈就是你看那candle这个是羊蜡烛 candle bridge bracket里面bridge的是 这个是羊蜡烛他是白色的 因为我可以按下去我换颜色了 那apply nowcandle bridge就是鹰蜡烛 然后我换去红色他是原本是黑色的 这个我只换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我能galing dead and 我能losing dead 我这个 为了自己看到比较 顺畅一点所以我就换这个颜色 但你要清楚知道在中国那边 怕是下股留期我先讲中国 中国红色是羊蜡烛 蓝色是他们也是称的琴色 是鹰蜡烛 那么搞明白了这个东西之后 阴阳蜡烛 这个和意境也是一样阴阳 好了那么搞清楚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 下来去另外一个东西 那么他有 有几样东西要注意得下 就是 在他的 在他成分里面是 组成那个蜡烛的成分是他这四样东西 在英文那边我们叫做 open price 或者是dehyde download 跟closingprice 或者closeprice 然后在华语那边 我们可以知道了open就是开市价 high就是download最高 这个也算是波动 low就是download最低 closing closeprice收市价 这个是四个成分 要他分别 阴阳蜡烛 最主要东西就是在于 开市 跟收市 这两个价位 在这边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在羊蜡烛方面是 我可以放下这里是1块 1块2 就是当时最高值钱羊蜡烛 跟0.9 跟1块1 在羊蜡烛方面 我只稍微改一点点东西 开市价也是一样 但是收市价 是 0.9 这样的形形下我们就会形成了那个羊蜡烛 也所谓的羊蜡烛就是 开靠走地 羊蜡烛就是 开 低 走高 就是这么简单 总之他的收 收市价是高过他的开市价 叫称之为羊蜡烛 至于硬蜡烛就是想法 他的收市价 低于开市价 那么他就是硬蜡烛 在这种情形下 我当然 也是要 做一些例子 好在这种情形下 羊蜡烛的例子 我可以分的是 0.9 0.9在这边 OK 在这条线这里我为了方便的话 就 No fill 好在这种情形下之后 0.9 1块1块1 1块1块3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最高是1块2 所以在这边罢了 那么 我就要换 画一些东西出来 在这里最高是 1.2 正确啊我们不要看这个这个是形成的上下引线的等下我会跟你讲什么是上下引线 开始跟收市是 1块1跟1块之间 那么就是这里 我可以放的就是这里 1块跟块1之间 开始之后当然 在这里我fill的时候我是放空的 然后light color我是放黑色 这个就是我们的羊蜡烛他的身体他我们这个叫身体 这open跟close他会形成身体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的就是 他上下引线 上下引线的时候我们是看上影线我们是看当的最高 从他是去到快2那么 从快1去到快2只是一个价位罢了那么我直接拿上去 再拉高一点好 这里就是 我要做东西就是这里放去 直接放5 Light color同样的我放黑色 那么这里就形成他的那个上引线 在这边最低是0.9 那么我只是需要copy page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就形成了一个羊蜡烛 羊蜡烛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蜡烛线你看一下 最高是1点的在这里现在我线条下1.1 1块 1块1块1它形成了身体 增加上引线增加下引线 这里就是羊蜡烛羊蜡烛就这样的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银蜡烛银蜡烛方面 同样东西我也是放这样 那么这里我就 空掉哈 同样的我也是可以这里他分别注意在于 0.9 1块 那么 他只有 上引线没有下引线 因为最低那边他也是等于他熟视价所以他已经盖过了 接下来我只是拿这个 插过去 然后拿去 快乐 这里我要换 颜色里面要放 黑色 原本他的颜色是 这个是原装的 他的 那个 阴阳 阴阳 阴阳图 这个是阳蜡烛是这样的 经过改变了之后 我 我颜色是变成这样了 为了给你看到更清楚 的话是我会改变一下颜色就是这里放了蓝色 那么这里 这里会放两个 蓝色 跟 Light Color也是蓝色 那么这里也是蓝色 这一只你 当然只是换去红色罢了 红色这里当然也是红色上面这边feel也是红色 这里就变成我的我喜欢看的颜色来了就是蓝个红 那么这里就是他的拉筑基本 看下啊好这里已经回去 我们先回去这边 这边的时候你可以看这有三个选择 会那边 蛮不划算一下你看这边61乘3的话都 大概是180 190 我们还是用回马币会比较好一点 而刚才那个价位 比如说我们看 USD的话是 他的汇率好像是 是 一些人比较健典 还是城市哦 城市61 你要给多 244再乘 那个什么他有 看下钱啊 item的时候啊 我这里还没有放那个什么 你开射掉哈 但是还是马币会比较划算一点 用add item的时候你看下他加gst才210 那城市的话就是也是不好61乘3点 3点9号 用3点9号 也是给贵点所以还是你要确定你的那个 给的钱 除非 你是赚 其他 汇率的话 然后你给的那个 我还是比方用回马币 因为马币你看 一省多 10多 10多sq 一样 所以还是用马币给 Positive payment 他就会 给你计算那些他的 收费 哎呦 这里拉出图 的基本已经讲解了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他是 成分当我们知道的时候那么我们才可以看这么多的复杂 当然这里是热图 热图就是当了开始的时候跟熟识 分钟秒图那些全部都是一样的concept 一样的那些概念那么你明白了概念之后 你重复的练习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分别在哪里 在这里当然我们也是要分析最近蛮红的一个股 就是Mexis 那些人他的用户 那些忠实用户用到蛮不高兴一下了你看下股价开始跌了 自己开始反应他的股价 也就是那些投诉用户 这里已经是三年跌了 你看一下 从 4月5号开始跌到最新的是 4月8号 这里已经是有一点跟你讲不要去借他的刀 这里的刀锋还没有完全 吃损你看一下他的量开始这样上上 向上 这里我们称之为 要做他的反弹也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是打爆跌的时候你看一下这里 向下这里向上 所以 这个是commodium他 他 还在下跌 除非他是背离 这样就相反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要看的是他的长期走势 长期走势来讲的话你看一下 重做过往那边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跌一下哦 582还可以再跌哦 582还可以跌到 这个位置 527 527之后 493最后是 411是他的 底线第411是 在2011年的时候的 然后还有徘徊在这边 这个才是最重要3.92 6点多是跌3.92蛮够了一下了 从这边想象一下 现在这一刀的话他有风险就是从这边跌到 3.92的话是 36.1% 是你 我可以说他的那个盈利 那个revenue 跌到蛮够了一下 蛮多用户逃忙 大逃亡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可以看下 月图月图也是 差不多拿去就是我所想的是3.92是最一个防线 这股基本上也是 不大鼓励进去的 要做反弹的时候我们都看有没有一个爆量出现 然后爆量的出现最好是好像这样的 至少要 0点 这里是要0.13就是 13亿的成交量我们才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暴跌 13亿的成交量 13亿的成交量看到这里这个这个长行的银拉桌 在这里是在1月的时候爆跌的时候才有机会给我们去做 反弹 这个除了做反弹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去看的 通常看到这样的股 也不大值得了 除非你是 看他这些 扣我人 这扣完我们也是蛮多东西要学习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节目也是 现在这个分享也就是已经到了尾声了 那么我已经 讲完了这三样东西还加多一个 给你看一下这个message的他的走势 你看他从这边上到这边现在又在 不上不下要开始 跌倒的另外一个就是5.34 这个是他关键点 5.34再突破的话 他就直线向下了 这里 3.34 5.37 5.37的时候他基本上还是直线向下 就一直插水这里就要小心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边都形成了蛮够力一下的东西 这个就是月图 月图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 超过10年的数据我们才可以看到他的整个走势图 不然的话我们看的那个 三年图最多是看到周图了 那这边我当然要zoom回去 最新的 这边当然我要放钱去 好这个就是他的message的东西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更多的话 或者是想了解我的讲座会的话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王子 你可以去这个王子这个基本上是我那会带你去我的那个面子书那边我面子书有一个公开就那边他有 讲解 怎样报名我的课程 我课程那个入门座是在于4月17号 星期天 有两点 2点 下午 到 6点 差不多是盘晚 还是下午 4个小时 那么你要清楚知道这是零吗 这是大笔 这个是case sensitive的 就是 字母要是要很小心的 这里是google goo.gr slash 0 大笔 小w h 大h 7 然后大l 然后不要打打错哦 那么 如果给那些已经 报名了 朋友们 那么我们就在星期天4月17号 两点到六点见吧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